要么说人低级了什么都能干出来 为了实现一票退休的梦想 这个渔民亲手做了二十多个大渔龙 顶着巨大的水压一个一个往海地方 这里是他精心挑选的珊瑚群 藏匿的鱼儿多得数都数不过来 他今天就要展示一下什么叫一网打尽 由于选的位置缺少掩护 他只能搬来石头 装饰在陷阱附近是障眼法 再顺便用一部分压在龙顶 也避免了陷阱移动 就这样一个个小别处就不是好了 而紧接着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正所谓没有诱饵的陷阱都是耍流氓 布置完陷阱后 他就拿着大钞网赶到另一片浅海地带 像捡粪球一样 捡了十几斤的大海胆 我的天哪 这东西可不便宜 随随便便就要几十块一斤 拿这东西当鱼儿 真能治回本吗 然而老哥只是微微一笑 要是现在这样当然不行 还得加工一下 说着就带上船 拿自己老坛酸菜味的小谱熏陶了一下 直到把海胆采成一片肉泥 就把它们均匀地往笼子里洒去 撒完里面还不忘在龙边挥发一下 勾引鱼儿 做完这些后老哥也不急着收网 第二天才驱船回到这片水域 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 精准无误地就找到了一个鱼龙 他迫不及待地透过龙眼看过去 我的天哪 这塞的也太满了 话不多说赶紧弄回船上开舱放水 确认他们死不了以后 就继续潜下水捞下一个笼子 这回也是没能让我们失望 这龙差不多有七八条浴火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里面很多都是值钱的吸星板 这种鱼随便钓个两条都够回本的 根本不用担心赔钱的问题 就这样 把二十个笼子里的鱼货 全部收束装向后 老哥也终于能喘口气 进入今天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清点鱼货了 这一仓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你要是觉得老哥会照单全收 那格局可就小了 首先 他捡出了一些不符合捕捞标准的小鱼放水 虽然平常出海没有那么严格的监督 但是这里的渔民都很自觉 毕竟抓大放小才能越吃越有了 然后 由于今天已经钓到了很多值钱的吸星板 所以他也不贪心 把花里胡哨不咋值钱的鱼也给放了 就这样带着剩下的一仓鱼货 来到了村口的海鲜市场 到处来装了整整一大框 过趁后差不多九公斤 最后一共换回了1100笔锁 才才能换算成多少人民币 这个小孩更狠 上千块一条的东兴斑在手 居然切成块来当钓鱼的诱饵 眼都不眨的就往水下扔 这要是在国内 妥妥的是土楼里造飞机 一向天开啊 但这个小孩却说 舍不得孩子套扶着狼 你们就瞧好吧 说着就把鱼线快速地放下海去 很快鱼线就绷得紧紧的 这是有大鱼咬钩的节奏啊 果然随着猛地一下回落 小孩就开始收剑了 然而收得却并不顺利 没几下就被扯得差点一头在海里 好在他经验老道 没有让鱼线脱手 稍微换了口气 就继续卯足力量收剑 大鱼的下马威让他不敢轻敌 每一下都用尽全力的手 即便巨大的力量把小手勒得生腾 他也依然动作不停 很快就把大鱼拉出了水面 而看到他的那一颗 小孩立刻就露出了八颗大牙 这居然是一条两三斤的东兴斑 一块东兴斑的肉换回一条大东兴斑 说着小孩赶紧把鱼钩解下 扔进水舱里死吧 看来今天用这幼儿算是赌对了 说着再次往鱼钩上挂了一大块鱼肉 经过一阵火急火燎的放箭 男孩开始期待下一吊的收获 这回还会不会延续刚才的好运气呢 感受到大鱼上钩后 他就猛地提现自由 可是这一吊比上一吊还不省心 男孩的腰几乎就没抬起来过 勉强维持一个别扭的姿势 一下一下艰难地收着一线 在不懈地努力下 大鱼很快就招架不住 三分钟后被他拖出水面 我的天哪 怎么又是一条东兴斑 这到底是踩了什么狗屎运 虽然没有上一条的 但也没什么成本呢 怎么都是赚 看来今天的鱼情很好 既不可施 必须加快速度 再次下吊后 更是异常顺利 几乎没费什么劲 就钓上一条巨大的深鱼 这种鱼虽然不如东兴斑那么昂贵 但是鲜美十足 这么大一条拿回家当晚饭正好 说着下一吊也如约而至 拽得相当轻松 不过看到这一货 他却不禁有点失望 原来只是个小鱼端 算是今天最烂的一吊了 拿回去也卖不上价 所以小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反手就把这家伙给挂上了鱼垢 说不定还能便废围饱 钓条大鱼呢 说着就扔进了海里赶紧放箭 真好奇结果会不会如他所愿呢 你看小孩收线的动作就知道 这回上钩的肯定不是个小货色 鱼线还没收完 他就好奇的盯紧水面 经过三十秒的快速收线 一把就拉上条火红的大鱼 好嘛居然又是一条独青半 看上去足有四五斤 给小孩激动的在镜头前疯狂展示 发财了发财了 这一条就只好几千呢 真是没赌错 而正当我以为这已经是今天的巅峰时 接下来他居然又不费吹灰之力 就拉上两条大大的动性弯 甚至有一条是直接刮在鱼沟上的 连鱼饵都省下来了 这运气我只有一个字 放我过去 鱼饵用完后 小孩决定见好就收 把这些鱼货拉到市场换钱 最后一共卖了4360笔索 能折合多少人民币 不妨在评论区猜一猜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